欢迎收看星期的游戏视频,大家好,我是阿姆熙 环世界第五集的数据依旧非常的给力 那么还是那句话,你们给力,我也给力 今天环世界第六集如约而至 不过这一集我们就不能老规矩了 因为我的电脑生卡有点问题 已经无法录制新的素材了 包括这一集有大量的素材都是我后期配音的 因为当时录制的有问题 而且我后期配音一句话要配N多遍 才能有一句不带电流的那种正常的声音 可能我现在说这段话里面也有一些电流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得出来 所以我就决定等到8月10号 11号我回去之后我再恢复 欢迎这个直播 然后视频的话大概在11号或者12号发出 所以我们这一期的点三连就看大家的心意了 愿意支持我的就帮我点点赞收收藏 让更多人可以看到这一期视频 那么在上一集的末尾 我们是刚刚打赢了一场150人的超级团战 我们现在急需去善后 那么在善后开始之前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又新打的一些MOD 那么这次新增的是什么呢 是跟武器有关的MOD 之前虽然我也打了 但是完完全全没有打够 它大概少了有六七个呢 你像这种重型武器 哇你们能认识哪一个手持榴弹炮的那种感觉 除了这个重型武器之外 你看这个武器 包括这个武器 这个是激光武器 就类似于中型武器 然后还多了这种武器 这种武器和这种武器 那么为什么要打这些呢 主要是因为 弄了一个整体的汉化包 下函的这些MOD 我就全部给它打上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武器总而会更加的丰富 更加的丰富 然后呢 还多打了几个食物和植物方面的一些MOD 也同样是带中文呢 包括我们之前打的这种原版扩展MOD 为弄了一个整体的汉化 想要这些MOD的话呢 只需要去Steam创意工坊核集里面搜索阿姆西 然后订阅就可以了 科技方面啊 你会发现原版扩展里面啊 所有东西都汉化了 没错 是所有东西 储藏区里面啊 这个武器列表 能看得出来究竟武器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通能火箭发射器 催泪瓦斯发射器 反器材步枪 各种土制武器 战斗步枪 无拖突击步枪 榴弹投射器 态色枪 激光一系列的武器 火焰喷射器 火箭发射器 电浆炮 电磁标枪 电磁步枪 电磁马格南 各种电荷 各种组装机枪 各种高丝步枪 还有麻醉枪 是不是非常的丰富 好 那我们现在回归正题 开始善后 把这个房间给它占领下来 然后呢我们直接进去 把这个房间作为我们的衣物室 很好啊 这个房间很干净 你直接躺着吧 骑着马找马过来 要静静的先给它治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其他几个人啊 比方说七康康 有一点小伤啊 心情呢 心情非常好啊 有之前那个宽星暗示的一个buff 然后再加哈勒天派啊 我们七康康的话呢 顶起来了啊 现在是心情最高的一个人 还有一个骑着马找马 这两个人心情最稳定的 然后你现在干嘛 治疗荆棘是吧 可以 荆棘身上毛病还挺多 但最好不要再来治 可能会感染 但因为荆棘没有昏迷啊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把临时床拆了 让它自己过去就好 但是剩下两个人的话呢 就必须要我们搬过去了 你也救一个啊 你也救一个 好的 这样的话呢 感染的风险会相对来说低一些 然后你把自己救一下 看一般结束 很好 LCD身上的话呢 只有两个伤 OK 直接治好了 非常好 非常好 给他治伤的骑着马找马 医术 直接达到了一级 哇 玄弘即逝 妙手回春 OK LCD伤的已经是治好了 然后起码找马 你该干嘛干嘛 现在我最怕他们心情崩溃 只要心情不崩溃 一切好说 一切好说 外面这个机枪 我待会去给他们好好弄一弄 旁边这里面的这种电池 这里面电池 你看这个线 我去给他 这个把电池拆了 机枪的话呢 也就废了 你怎么就一定要去洗澡呢 咱能不能不洗澡 能不能不洗澡 我觉得你有洗澡的时间 不如把饭给人家喂 我们的马死了 如果我们刚刚去救的话 其实可以救下来 但是算了吧 马毕竟没有人重要 只有人安全了 我们才去救嘛 轻重缓击还是要分清楚 你要洗澡 这是洗吧 想是被人打伤了 可别 可别那什么 卫生部的这个东西 你在基地里面是很好的 你可以上厕所 可以洗浮水澡 可以拿正面buff 一旦出征 他这个卫生区就变得非常的坑爹 哪怕他穿越机枪防区 他也要去洗这个澡 我们目前就尴尬在 几乎所有的人都躺在病床上面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拆墙 获得物资 然后造口井 也没有办法组织人力 去把那个机枪拆掉 或者说把电池 太阳能电池板给他拆掉 就这么个尴尬的时候 他倒了 那倒了就只能倒了 反正也死不了 就让他在地上躺一会儿好了 而且啊 你们看 外面瓢泼大雨 你直接衣服一拖 外面一洗嘛 好了呀 对不对 还非要去那个河边洗澡 什么着 美人出狱啊 没必要 是不是 暂时啊 一切从简 路某的观众说一下 我之前一个小时 整整一个多小时 都在 这个想方设法 拯救他们的感染 对 就是他干涉的感染 他又感染了 结果一个小时啊 都没有拯救成功 他还是因为肝感染去世 不过这一次啊 他绝对不会因为肝感染而去世 因为这里啊 有个叫烈焰的人 他是活着的 你可以把他直接救过来 然后把肝一扒 就可以给他活体植入了 那么之前为什么 一个小时没救下来呢 就是因为活体植入 需要两个药 然后药都离得很远 再有一个 再有一个啊 你别看这边有四个药啊 我之前的话是把药用光了啊 还发现药换身 要换肝啊 最重点的是 换肝的过程 非常的坑接啊 必须要有两个药首先 然后呢 第一个药会优先拿来治疗 这个治疗的不是我们朋友的治疗 他就是必须要进行一次治疗 然后呢 必须要进行扫地 周围的扫地 然后必须要给犯人喂饭 然后才会进行治疗 所以时间就不够了啊 就感染至此了 简单来说呢 他需要在手术前 先保证这个病情啊 不会太严重啊 所以说要进行治疗 还要保证手术台旁边的环境 相对干净 所以要进行扫地 再然后呢 还需要保证病人有多多的体力 承受手术 所以要给他喂饭 还是挺合理的啊 但是当病人的感染 你达到百分之九十几 随时要去世的时候啊 你还给他扫地 给他喂饭呢 是不是就 有点坑爹了啊 是不是有点坑爹了 当然我们这次不会再让这个病情 恶化到那么严重啊 再进行换肝了 我们立刻进行换肝手术 我这里没有摘到 我们看着烈焰的肝 而是把他旁边 一个敌对势力的人的肝 这样的话呢 还不减关系啊 非常好 然后把这里的电池 卸载一个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让这个机枪闭嘴了 哦不对 他还可以让这两个东西 给他供电 这个的话呢 旁边是不止靠电池的 就稍微有点麻烦了 挖肝手术必须成功 OK 很好啊 很好 旁边这几个人啊 我就直接让他在旁边挂机了 因为我现在只要 给他们取消真招 他们必定去洗澡 必定去洗澡 去洗澡 必定被这个机枪打 这个机枪呢 我虽然拆了一个太阳能了 然后电池也拆了 但是因为现在是早上 还有一个太阳能电池 卖给他供电 我们就等到晚上啊 等到晚上 他不能射的时候 我们再去把它拆了 这一少女的话 死不了 只是倒了而已 诶 成功了吗 终于啊 终于 终于是把他这条命给保下来了 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 人已经治好了 我们下一步的就是看一下当地的物资怎么收取的问题 如果我们在当地造一个屠宰台的话 全图一共有150具尸体 每具尸体出产50个皮 也就是 7500张皮 每张皮可以卖3块多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的价值是在22500块钱以上 非常值钱啊 但是呢 我们还有大量的这种什么动力甲呀 大量的物资啊 它散落在地上啊 我觉得皮我们就不扒了吧 因为屠宰要好长好长时间啊 对吧 能把地上这些枪械物资还有东西拿回去的就很不错了 这里面绝大部分啊都是宿舍啊 各种各样的宿舍 还有就是餐厅 还有就是酒窖 好的 所有敌人已消除 现在 OK 那么基本上到这里的话呢 我们已经可以走了啊 我仔细地想了一下啊 地图上资源呢实在太多了 就凭我们这点人这些码的话 肯定是装不完的 所以我准备先让一批人回去 主要是把这些电池现在带回去啊 回去之后换一批人 再加上所有的马匹和骡子啊 过来重新再装 那样的话呢 应该可以一网打尽了 我们放一个谢康康在这边 因为我们这些东西的话肯定是带不完的 把零部件 燃烧弹 高爆弹 钢铁 去电池 能装的先装一点 排机炮呢 我们也带不下了 但是这个小机枪 我们可以给它装上 这还有个机枪 只会我们简单的带一点啊 就可以直接出发了 等他们回去之后啊 放好东西 再带上更多的马匹 还有驴子啊 我们再来搬一次 远行队抵达大盘机 OK 赶紧把这些马匹牵进去啊 把东西卸下来 然后我们再次出发 这次我们把西瓦路 所有的马 所有的驴 还有这个 羊驼全部带上 1.4吨的重量 应该可以带回来 绝大部分的 重要物品了 我这里带队的两人的心情啊 好像都不太行啊 这样吧 我们把骑着马找马 替换一下 萱萱 同时这样里呢 我们来庆祝一下 节日 给大家提一下心情 让我们这些从 狮山血海上撤下的人们啊 可以抚平一下 内心的创伤啊 毕竟他们六个人啊 从150多具尸体中 扯了回来 对不对 这个创伤不抚平的话呢 可能会出大问题 诶 有趣的 今年日 所有人在六天之内 加一卡的士气 不错不错 如果你出行 要带很多动物的话 而人数又特别少 那么这两人的心情 就很容易绷不住啊 因为他们会 花很长的时间 去牵马牵驴 你看这个萱萱啊 他的心情就剪得很厉害 比方说太累了 或者说没有娱乐活 我防住了萱萱 没防住你啊 小鱼 这样吧 我们去让特别女粉丝去吧 替换两个人啊 这些动物真的是花了太长时间去牵来牵去了 小鱼气势汹汹地杀了回来 然后面对了我们荆棘 不过因为都是动力甲 看来这个懦弱啊 是真的不行啊 哪怕你穿了动力甲 也照样挨不住两下 筋疲力尽 杀个人放松一下 这很合理 神他们要很合理 血运竖金 他居然已经开始工作了 你看 武训服 七班运 哦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其实和那些 能搬运的动物是一样的 你看他有一个训练的衰减 间隔 本来这个树呢 是有两个竖金位置 但现在的话只有一个了 就是因为这个共鸣强度啊 已经掉到很低了 如果说掉光的话呢 就一只竖金都没有了 远行队抵达派系防守战位置 那么他来之后呢 不干别的 先找到地图上所有有动力甲的人 把他们东西扒光 然后一次性全部带走 这里有150具尸体啊 动力甲真的非常的多啊 而且除此之外呢 像这种护盾腰带啊 我们给他一并带走 有些人动力甲呢 是一整套的 有些人呢 可能就只有一个头盔 一个护手 一个鞋子啊 都不能给他放过 全部扒掉 我们重组远行队 看看这次能带走多少套衣服啊 哦 蓄电池上次还没有带完啊 然后还有这个 激将炮塔 尸体不带 居然有这么多把生物编码的武器 生物编码的话人家不要啊 比如说这个东西 我们最多拿回去给他融掉 那这些武器的话 我们先不急吧 先装这种 我们可以拿来卖钱 或者说可以使用的武器 就是比较优质的 因为外面他下雨你知道吧 这个东西你不装走的话 他就一直在掉耐久 虽然说不影响使用啊 但是影响到我们卖钱 100块钱以上的全部带走 好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装甲 我这件游骑兵装甲只能卖7块钱吗 啊 那太夸张了吧 钢铁进阶战斗背心啊 带走 居然也只能卖10块钱 但是没关系啊 只要是这种装甲 全给他带走 包括防弹衣啊 因为只要回家洗一洗啊 他就不止这个价格 我这里呢就不去数 大概有多少金装甲了 因为太多了 然后是头盔 赤猴 海军 海军 赤猴 海军 腰带 烟罐包 护盾腰带 海军 海军 手套 海军 靴 海军 护手 靴子 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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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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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不知道家里面放不放得下,花椒桶要不也带上,一个57,它这有40个,1.4吨,全部装满,直接出发,但是我们家里面上一批的物资还没有搬运好呢,你们知道吧,上一批物资还没有搬运好呢,东西太多了,而且家里面也很忙,所以说我们只能手动把他们上的东西都拿下来,搬的话可能也要搬上相当相当的一段时间, 但是不把东西清空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把那些东西搬回来 OK,应该是差不多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收获,同族远行对,赶紧回家,把当地能拿资源全部拿光,1.6吨的一个携带上线 看看有些什么东西,首先就是食物,1000干肉饼,将近1000的菠萝,还有肉干的薄荷叶,物品能拿的也不多,绝大部分都是这种 加剧,我们拿到这个重量上线就可以了,OK啊,价值呢不怎么高啊,但是我不能白来一套,对不对 那么到此啊,我们终于是把这个超级大团战的遗留问题啊,全部解决了啊,所有的物资,我不能说全部搬空嘛,至少是拿掉了大半啊,拿掉了大半 有一只乌龟王八蛋啊,正在攻击我们的小袋鼠 诶 What 一只母袋鼠怀着云,单杀了一只能龟 在这个游戏里面 能龟经常一口咬掉你的腿,咬掉你的手 杀只杀鱼那跟玩儿一样 居然打不过一个怀了云的袋鼠 这大概就很离谱,你知道吧 原来袋鼠才是永远的神呐 这里有些乌龟的话应该是受了这个家伙的挑拨啊 所以说的话呢,几发狂,哦,这么多只乌龟啊 好家伙 还有一只 好的,非常轻松啊,非常轻松 一只鸭子得了痴呆 What the fuck 不是 你一只鸭子为什么会去喝能量饮料啊 直接喝饮料喝傻了,你能想象吗 太饿了,是不是之前 哦,不是之前啊,现在好像还饿着呢 那不对啊 没人搬嘛,主要是家里面事太多了啊 事太多了,有点搬不过来了 这个饲料,饲料要搬 这个装备,装备要搬 枪系,枪系要搬 哎呦,真的是忙不过来 现在的事情呢,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过来把这个飞船啊,处理一下 首先,用我们的小鱼 一发狙击,打醒 再来一枪 我们小鱼的狙呢,还是比较准的啊 通常来说,百步穿 百步穿羊 圆门射 圆门射 百步穿 不容易 不容易 我说的百步穿羊的意思就是 一百发之内啊 有一发可以打住那个 打住目标 那就叫百步穿羊 知道吧 啊,你们这个理解错了啊 理解错了 才勾引过来了两个 那两个也行啊 先盖那两个 我们这个风暴啊 它是一个穿甲枪械 它无论打什么样的敌人 都是三点伤害 你懂吧 虽然说伤害不高 但是不会被那种高护甲所克制啊 还是不错的 和机械先春对居 nice 很轻松啊 我们毕竟是这个反气才居不强 这个站位稍微有点小问题 不过伤也不是很重 三把狙远成瓢 如果他们敢接近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风暴扫数 里面几个打这个 哎,LCD你怎么也拿了那个护盾 行,你点到前面吧 他现在心情崩溃了 枪掉了,然后自己去拿了一个护盾 一枪被干了99 来呀,炼鹤标枪 打的稍微有点偏啊 打的确实是有点偏啊 打的确实是有点偏啊 他敌人也没几个了啊 这感觉就很舒服 OK,全部清理完毕 你回去吧 然后我们这边 就这个吃鱼少女啊 被砍了一刀 被砍了一刀 OK 终于我们的LCD的话呢 不需要再发狂了 事情处理完毕啊 赶紧把熏兽一下啊 我们的爵位啊 得赶紧提一提了 该做的任务 得赶紧做一下了 我保证啊 这次我们基地里面 不会再出现热浪啊 地震啊 这种东西 好吧 哎,你们这次枪不错呀 又是一把反弃再去一步枪了 算了,算了,算了 忍一忍,好吧 忍一忍啊 来,开始受薰 百分之七十七 我在想这个托安会不会说 咦,你怎么会 穿得跟我一样 咦,你怎么也穿得跟我一样 我们就差啊 拿一个这个权杖了 你知道吧 糟糕的受薰医师 这不行啊 这个 获得了两点的荣誉点数 总体品质百分之七十七 结果是个糟糕的 糟糕的概率只有百分之六点一 你们看到没有 哎,这不是坑爹吗 这不是 LCD试图挑逗被托苗的女粉丝 趁着她的脑力 然后她就被打动了 成为了LCD的情人 我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一个基地里一个男人 八个女人 你说不出这种事情 这都不合理 对不对 那么从外面带回来的这些家具啊 我已经是给她都灌上了啊 你看这个床 极佳 极佳 大师 这是我们自己造的啊 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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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极佳 然后这张床 也是极佳 包括这个餐椅啊 我也稍微挪了一些极佳的回来 不过呢 数量还是不够啊 我们还是得自己打造一些 我感觉有至少两个季度 没有来商人了 你们知道吧 因为是纺织品商人嘛 他卖的皮很便宜啊 我们卖他的皮的话呢 还是那个价格 那我们把这镰刀没什么用先卖的啊 零部件他不卖 布的话 我们自己留一点猪皮卖掉 青包皮革卖掉 西翼皮卖掉 人皮也卖了吧 包括这些甲壳 鲨鱼皮 鲨鱼皮比人皮还要贵 看到没有 羊驼毛 一些垃圾衣服也全部卖掉 清一下这个空间 很好 然后这里的什么木甲啊 防弹背心我们都不需要啊 因为这个 因为我们只要穿了动力甲啊 这种 防弹背心都是穿不了的 包括这种什么防弹裤啊 都没用 我们只留这种游戏兵装甲 或者海军装甲 我才卖了多少东西 怎么已经八千块钱的东西了 我这个天哪 那算了 那皮先不卖了 我根本就收不起啊 鲨鱼皮也先不卖了 这样都要三千四的了 我这还有这么多东西要卖的 你看这种防弹夹 防弹裤非常值钱 洗过之后 非常值钱 又稍微卖了点东西啊 现在的话是三千九百零四 它一共才三千九百十六啊 全部掏空 全部掏空 OK 就这一个纺织品商人啊 完全没法消化我们自己的物资 你们知道吧 至少得给我们来两个杂破商 才可以把我们这边的东西全部收光 我们整个基地的中央防守区域的话呢 稍微调整了一下啊 把这两个的话呢 从这个位置挪了一下 然后呢把搬回来的三个小机枪啊 给它装好了 然后呢中间的隔墙呢 给它换成大铁石的啊 铁的话我们现在还是太稀缺了啊 只有四百多个铁 我们还得等这个东西啊 赶紧给我们扫描好 然后我们去挖地底的铁 诸圣时代雕像我们来造一个啊 造一个造完这个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它完成一下 不然的话呢也是一个集体减星型的东西啊 最强的也只有突破女粉丝的七啊 这应该是最高了 没有一个有艺术细胞的啊 等一下 四百个铁 别别别别别啊 我们用这个 用这个木头造 用这个木头造 什么四百个铁可还行啊 五的艺术拿四百个铁造一个红尾雕像 取消就只剩三百个铁了 我好亏啊 我平白无故亏了一百个铁 本来铁就少你知道吧 来了一个战争商人 孔梨 这就是我星天梦的里面加的一个动物 好大呀 这个孔梨 我天哪 这个跟水塔我感觉长得差不多嘛 是不是 只不过稍微丑一点啊 然后体型大一点而已 由于温度危险 他们正在离开里头 别呀 我交易一下再走好吧 别走啊 -23度不是很适宜的一个温度吗 我他们的这么多物质 怎么还没跟我交易呢 人跑了 你敢信吗 马应该不怕这个温度啊 可能鸡和鸭比较怕 那怎么办呢 那就杀了吧 哎 那就杀了吧 只要把他们杀了 那不就不会冻死了吗 死于我手啊 和冻死是有本质性差别的 我们解决不了天气 就解决你们这些产生问题的动物 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不会有动物这个冻死了 非常妙啊 非常妙 这个牛毒的右前提 右后提 左后提 全都冻掉了 成年马 成年驴都是不怕的 那种小牛会怕一些 哦大牛也不行啊 那这个就有点麻烦了 牛是最值钱的 因为马是不产奶的 寒流结束了 我还搁着他造这个维曼加强呢 嗯 算了 该造就给他造了 世纪少女使用穿透地面的草妙仪 发现了一块被掩埋的钢铁 这块钢铁的范围非常大 光这一块啊 就有几千块铁 哇 这可太爽了 这可太爽了 来终于有铁了 我天呐 来来来来来 诸圣时代雕像 我们已经是造完了 你们猜猜这是个什么品质 他的艺术应该是只有7还是8 我估计品质不会太高 但应该也不会太差 是吧 那我就猜良好吧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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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就可以了 不要要求这么高 你说是吧 这雕像放在哪的话都不太好 不对称啊 不对称 嗯 要么就左右各放一个 那样的话还可以 对吧 我们先随便放个地方吧 神他们要挖出了地底虫巢 他不能暴力啊 你先走吧 剩下的几个人看看 哎 这武器 这装甲 这头盔 区区虫害啊 我能虚拟吗 你说说看我能虚拟吗 这台几个呀这台 不是我看不起他们啊 他们甚至都接近不了我 别把我西瓦路打死行吗 我就一只西瓦路 打完了 啊 啊 就这么轻松啊 就这么轻松啊 哈哈哈哈 哦 这还有一只啊 啊 我就说嘛 可能原本不好打啊 但是有了这个袋鼠 把我们扛住之后啊 就比较简单 啊 就比较简单 甚至两个袋鼠都没死 可以 只不过我们损失了一个风力发电机 来了一个流浪者 又是一个妹子啊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啊 懒惰是减工作效率的 神经质是加工的效率的 哎 你这个人挺奇怪的啊 那这个人的话 我觉得 当奴隶吧 工具人过来直接把他 拘捕 40% 40%让荆棘来吧 60% 啊 我们的荆棘啊 就是有这个威慑力 别做饭啦 对了 你身上穿那么好的装备干什么啊 把他直接把我烟温袋放下来啊 这正好是我们荆棘要的东西 独自量力嘛 这不是啊 你要是能把荆棘打倒 啊 近战大队就由你来代理 好不好呀 你他们要把人家一条腿打断了 哎 你让我这怎么说呢 啊 为什么我的奴隶不是这个脑子有问题 就是他们要的腿断了呢 啊 你这个就很难受啊 先装个假的吧 What 这么容易的奴隶了 啊 这个人只有射击和医疗可以啊 那你这 铁荤子呀 而且因为腿断了 搬运和清洁也都不太行 那这样吧 你就主清洁吧 好吧 主清洁 别的就不要你干什么 扫地就可以了 既然你是个扫地的 又是个妹子 我叫你扫地尼姑 不过分吧 扫地尼姑加入我们之后啊 你看兢兢业业 哎 你个扫地的你去用神经超频怎么着 更加卖地的扫地是不是 哎哟你这个东西 能不能拒绝某些人使用啊 好像不行 最需要用的人啊 一直用不上 然后这些扫地的人到处走啊 然后没事就用一下 自从扫地尼姑进来之后啊 我们全体啊 获得了两点的心情加成 看到没有 但是它有一个时间限制啊 它并不是一直都有的 但最起码是没有了那个 减二点心情的负面吧 猎杀人类 获得居然还给加了蜘蛛 而且居然还有没有翻译的动物啊 我都打了那么多中文汉化的 居然还有 38只蜘蛛 感觉跟我们游戏刚开局的时候的那一批猫差不多 这个位置好像也差不多 对吧 尼姑过来把这个手雷拿上 要不是这个游戏误伤太严重啊 我就直接让这个荆棘顶在前面 然后往他脸上炸了 对不对 聚冠能力还是很强的呀 荆棘过来拿一把长毛啊 拿狙的人就不要拿狙了啊 直接拿这个链尸仙弹枪 还有帝国好兄弟的叫一下 派出军事援助 看看落在什么位置吧 落在我们家里面 妙啊 但是只有这么几个人吗 咱们先从北门出打一套 我再撤回来 再守南 看来帝国兄弟的意思是西门出 直接薄杀是吗 我感觉这个就有点 不明智了吧 是不是有点不明智了 荆棘啊给他上一个那个 狂战士啊 加七点的命中 还有七点的闪避 呃 反正后面可以再去掉的无所谓的 诶 哦 还有一个人的局没有换掉呢 他这个局还蛮强的 一枪一个啊 一枪一个啊 看着帝国好兄弟们给我们打出了一个小优势 走了走了 赶紧走 对 啊 我觉得还可以啊 赶紧关门 对很好 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荆棘 定在前面 我们这里呢就不赌口了啊 就不赌口了 我感觉赌口的话呢 虽然说能赢啊 但我感觉没那么好玩啊 没那么好玩 这几个疯 一群猎杀人类的压嘴手 what 这么离谱的吗 我们的问题就是前排没人 你知道吧 真的前排没人 我需要前排有更多的人 但也确实没有 不是 奴隶临阵叛逃 本来战士就吃紧 现在又临战死了一个 板器材狙击步枪 一枪打在壳上 打了他六十滇血 他六十 惊了 我们风暴可能威力不是很强 但是这个禁止能力很强 阻敌效果很好 真的强 我跟你讲 黄暴催眠使自己的身体强度超过正常极限 黄暴是吧 给自己来个止痛啊 不要倒太快 那工具人站在前面啊 只露一边 然后呢 吸引敌人去打 冰棘还能放放麻痹 嗯 有点控制不住了 这场面有点控制不住了 他们居然都没有理我这个荆棘 我这个荆棘应该信嘛 他看都不看我荆棘一眼 什么意思吧 不要 就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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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麻痹的麻痹 碰到脸上的反正全部麻痹掉 麻痹了吗 麻痹这个 小鱼倒了 工具人倒了 有点出事了 有点出事了 太狂暴了 狂暴了 他一个人能扛出三个 然后后排的话 骑着马找马点在前面 不然的话后面两个风暴就无法射击了 对吧 很关键 这个风暴是必须要保持射击的 风暴现在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火力 很好 很好 这波对阵钢铁蜘蛛 我们虽然说是死了个人 但他是属于灵阵处决 对不对 不算战死了 也就是说我们完全没有一个人死于蜘蛛之口 这个荆棘 他待会儿是不是会打我们自己 他逃跑了之后 我现在啊 其实只要去把这个门关上了 就是安全的 你知道吗 但是我怕这个荆棘才打我 你知道吧 他会直接冲出去打压嘴兽 那只能把他逮捕掉了 咱们这100 逮捕直接放掉 搞定 他们现在打门 袋鼠帮我们扛了一下 袋鼠守国门 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 给他治一下 他冲进来了 他把他打死了 我笑了 我笑了 修理一下 他们现在进不来 就只能在外面晃来晃去 啊 妙啊 我们治好伤 再休息一晚上 明天早上 独光这帮压嘴兽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哎呦 我们这次dash我 哎呦 门要开了 我的妈呀 晋级吧 等晋级是好 是好之后我们就准备打架了 门破了 你有蜘蛛那个硬皮吗 那个硬壳吗 你没有 对不对 血肉之躯 我感觉三挺风暴就足够把他们全部杀光了 我感觉三挺风暴就足够把他们全部杀光了 杀光了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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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气的矛掉了 拿起来 黄石的矛掉了 拿起来 这个掉了 我发现那个什么没了 但是只崩塌了一块石头 那挺好 那挺好 那我就不造这个墙了 这是一场效果非常好的实战打法训练 90只鸭嘴兽 闭着眼睛狂射 每个人的射击技术都在飞速的提升中 我的妈呀 我这个什么 机枪的这个炮管都坏了 我的个怪怪 要80个钢铁啊 换那么一根炮管 等他们接近的话呢 其实我们还有喷子啊 但他们根本就没有给我们使用喷子的机会 这里一共有61个尸体 还有一些去打 估计有些尸体都被打坏了 你知道吧 其实马长马过来把一些已经晕倒了 但是还是没有死的这个 要得受杀一下 什么玩意儿 哎哟我的天哪 杀蜘蛛没死人 杀鸭嘴兽没死人 叛变死了一个 被自己人狂暴又戳死一个 还好死的都是 就类似于工具人一样的存在啊 一个工具人一个奴隶嘛 哎呦本来人就少 就死了两个 哎呦我好难受啊 这个奴隶的衣服啊 是必须要发光的 你以为八个衣服就结束了吗 摘取卢骨 我对他临阵叛变的行为非常的不满 非常的不满 摘卢骨 这 就是叛变的下场 又打造一个这个钢铁笼子 又放在奴隶房里面吧 好吧 震慑一下这帮人啊 好像不应该造这个行龙啊 应该造这个钉刺炉关 这个是用那个头颅做的 哦哦 那就放在马桶前面吧 你每次上厕所 你都能看到这个头颅 震慑他们啊 震慑他们 哎 这个尸体好像就不能用这个 行龙了啊 这个行龙就 就先放到旁边去吧 假如说放到这个门口啊 哎 放这个门口啊 行 放门口的话 他们不会打这个行龙了 应该 应该不会啊 应该不会 但我就怕那些强盗啊 直接把我这个右座的行龙搬走了呢 这个 对吧 有点操弹啊 如果是那些动物的话呢 应该会 这个 降低一下他们进入我们这个门口的一个速度 哎 有作用的啊 有作用的 哎 你们看 钉刺炉关造好了啊 这就是曾经叛变的奴隶的头颅 掩埋 工举人 然后举办 葬礼 88%的一个证明效果 来吧 稍微加播心情啊 稍微加播心情 LCD聊起了来一声 谈到了牺牲的崇高 谈到了缺席的朋友啊 缺席的朋友就是躺在棺材里的这位 令人暖心的葬礼 每个人离开时都沉浸在了刚刚的美好回忆之中 这个是奴隶的坟啊 嗯 我仔细的想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叛徒啊 他没有资格进我们的祖坟 你们可能觉得这样有点残忍啊 我也觉得有那么一点 但是你们要知道叛徒这个东西啊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就刚刚那个场面 他一个人的叛变就很有可能导致我们整个基地所有人的死亡 只是这次运气比较好 只死了这个叛徒一个人而已 但是下次呢 下下次呢 我们要尽可能的避免这样的事情出现啊 所以说只能杀鸡进猴 当然现在猴可能还没来啊 但是处死叛徒这件事情啊 我们会口口流传 每一个被我们当成努力的人啊 都会得知这个情况 从而达到震慑的效果 哇靠 心灵低语高 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这个灾难一波接一波 一波比一波狠啊 我们村庄里90%以上都是妹子 哇全体减30点的心情 蓝敌三连啊 给我打了个措手不及啊 前两波已经是被我们渡过 但是没想到最后来了个女性的心灵低语高啊 这个太难受了啊 太难受了 我只希望在心灵低语高的战士里面 不要来敌人 真的不要来敌人 不然我一崩就是一大片 这集呢也已经很长了 我们就先坐到这里 那么如果你是从头看到现在的话 一跃弹幕可以走起来了 没有点赞三连的 也可以点赞三连支持一下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会 拜拜